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修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平常去夜市的时候 如果有咸水鸡有盐酥鸡有卤味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就是在夜市最适合吃的就是咸水鸡 咸水鸡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在夜市是一个非常适合吃的小吃 因为呢其实如果你有去那个咸水鸡摊的话 你会看到就是咸水鸡呢基本上会有非常丰富各式各样的蔬菜 那像我自己在点咸水鸡的时候我就会点像是龙须菜啊 像是这个小黄瓜 所以今天就要来教大家说怎么样在减肥的时候可以点一份 最适合你在减状的时候吃的这个咸水鸡的组合 好第一个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是前面有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纤维质 那刚好咸水鸡这一个摊子呢就非常符合这个条件哦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请你们选三样的纤维质 好那这个三样纤维质呢它可以是蔬菜 比如说是龙须菜或者是小黄瓜 那如果它是这个菇类的话也非常适合 所以你可以选像金针菇像木耳像红喜菇或者是香菇 对那各式各样你就喜欢甚至你要选到四样也没关系 那像我自己呢通常我会选像是龙须菜 木耳金针菇然后或者是杏鲍菇这一类的 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来挑选肉类啦 那其实咸水鸡摊呢它既然叫咸水鸡嘛 它其实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鸡胸肉 那一般它们会有鸡胸肉 然后会有鸡翅膀会有鸡脚会有鸡腿 那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鸡胸肉 那如果你喜欢吃有带一点口感的呢 或者是吃起来比较软嫩一点的呢 你也可以再选择一份鸡腿肉 所以鸡胸肉跟鸡腿肉折一 但是呢我们就比较不要去点像是鸡翅膀 或者是鸡脚这个带皮脂肪 然后比较偏向肌肉的高脂肉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点各式的这个豆类 比如说像是豆干呢就是我很常在咸水鸡摊会点的 好最后我们就来到这个碳水的部分啦 那其实呢虽然我们比较不鼓励你吃加工食品 但如果你今天刚好在咸水鸡摊的话呢 其实你是蛮适合可以选择一点点的甜不辣 或一点点的这个猪血 它其实都算是一个碳水化物的来源之一 好那最后就是酱料的选择 那记得在加酱料的时候跟老板说不要加香油 拜托不要加香油哦 另外香油呢第一个当然是脂肪比较高 第二个一般都是用大豆油跟芝麻去混的不是那么理想 那你可以怎么加呢 你可以加胡椒 你可以加辣椒 你可以加柠檬水 你可以加葱花 你可以加蒜头 那通常老板在帮你拌的时候呢 那个拌的那锅里面可能也会残留一点点的香油这样子 好所以以上呢其实我们再整理一下重点 好第一个就是选三到四样的蔬菜 第二个你可以选一个这个咸水肌 或者是一个这个鸡胸肉 或者是一个鸡腿肉 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豆干类 你可以选豆干类 那在这个碳水的部分呢 你可以搭配一点甜不辣 或者是搭配一点猪血糕 就小量的 最后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加这个香油 然后辣椒 这个葱蒜 然后这个胡椒全部都可以加 好所以以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在夜市的时候 非常适合吃的减重小吃咸水肌 OK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